这里是布吉岛的My Cow Beach 最近一些新的资源都进驻在这区 爽啊 Hello 各位 今集Vlog我们会回去泰国的布吉岛 上一集布吉Vlog的活动是好冷一点的 玩了浮潜和水上乐园 试了一些地道的泰国南部菜式 其中有一款炒菜叫做Baito Leaf 我觉得是超级好吃的 My favorite 这个菜很好吃 之后那几天在布吉岛是过得冷一点的 影片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多给点鼓励 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like的影片 留个人帮手turtlyfuse 还有顺手follow我的IG 这个豬肉汤是我今晚的晚餐 因为之前吃得太好太多东西了 所以我有少少随道不方 今餐会吃清一点的 就看他们吃 我以为盆菜是吃sashimi 以为Jerry是吃sashimi 怎知他们两个都是吃saham 他们是吃超生的saham 哇 你好清啊 你要不要 不要 我是没有蛤的 但就不知为何一个胃子 好像连住了那样吃不到东西 很好吃 我觉得这个汤是好吃的 在我的胃口里面 他们说可能是因为之前那几天 我吃得太多生海鲜 太寒冷了 所以这一餐的美食 我只可以用眼睛去感受 真的吃不到 看他们的样子应该是吃得很开心的 那餐厅的位置是在Otown 这里是布吉岛的Otown Otown这条街上有很多很漂亮的小店 很多打卡位置 这个时候传来一大阵很强烈的香味 如果你状态正常的话是可以的 但是状态很麻烦的 但状态很麻烦的 嗅到味道不错 我还去了一个挺有趣的地方 叫做Suko Wellness & Spa Resort 除了可以做我们平时做开那些一两个钟的Spa之外 可以住在这里设计一些连续几天的Detox 療程 会有医生和治疗师跟你见面 去帮你度身订阅你的療程 如果大家对这种连续几天的Detox療程 可以有兴趣 你们YouTube找一下他们这个resort的名字 会找到一些影片很详细地说他们是怎样做这件事 我们没有加入那些进阶的療程 所以只在这里吃了个饭和做了个Spa 他是Aaron Hello 你是阿Dee 其实两个是一样的妈胎 是一个分身 由于今天的拍摄 阿Dee是有点忙的 所以今天我就做Tyson 我今天的任务是负责吃东西 在Suko这里吃完午餐之后 就做Spa 给大家看看Spa房 那洗澡房在前面 那右手边这边是一个洗澡 按完了 是舒服的 然后中途下了一阵雨 就被雨声吵醒 是挺好舒适的事 在布吉島住的第二间酒店 叫做Sara-布吉 Michael Beach Spa & Resort 其实可以留下的 对 对 我跟这些酒店很齐 和大家Room Tour 走我今次入住的房型 叫做Sara-Pool Villa 我们先看看户外空间 有一个长型的私人泳池 沙滩椅 玻璃屋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睡房 浴室、Bath Tub 和厕所 都是在这个半开放式的户外空间 它们的用具配搭风格 我觉得都是多元化的 木製的桌 杯金属的星盘 又有水晶灯 又有白色梳化 所以整件事是冷静 和漂亮的 淋浴间 和厕所 都是在室外 由于它把整个洗手间 摆了出室外 所以这个Filla 变相多了一个feature 是我之前在泰国住的 其他Pool Villa 是比较少有的 就是有更高的私人度 这个Filla 是四边都有墙去间 外面是看不到进来 所以是可以安心地自由奔放多一点 接下来我们Room Tour下一个睡房 结构是一个打横的长方形 整个空间不算大 中间有一张大床 右手边是电视和梳化 另外值得一提 在酒店房来说 它这里的音响系统是非常不错的 有一个Samsung的Soundbar和有woofer 左边的角落可以开大行李箱 旁边就是书台 而mini bar和衣柜就是床后面的空间 我是很喜欢这个Filla 很舒服 我唯一的小意见 就是如果室内空间 灯可以光多一点点就好了 现在是有点太过浪漫的 我觉得 sweet 有点太过浪漫的工作 而且是有点太过浪漫的 所以我都很心急看看日头时候这里的情况 如果将它这些玻璃门全部都打开 基本上这个睡房都可以变成一个半开放式 在Sara這個Villa住的兩天 我最喜歡的位置就是這個戶外空間 這個位置有一個非常聰明和實用的設計 就是它頭頂上面那兩把風扇 它可以令你長時間在泰國的室外環境活動 都不會覺得熱,甚至可以用舒適去形容 包括你長時間蹲在這個位置,都是涼的 我們再看看日間時份的酒店大門和Lobby 這個位置是給住客第一個impression的地方 整件事是偏向低調,還有不知為何 我覺得有少少日式的風格在這裡 是可以令你覺得平靜,有少少嫌疑那種vibe 是很舒服的,它會令你之後那幾天 都不是很想出去市區逛街買東西 只是想留在這裡休息和客氣 沿著這條通道一直走就會去到海邊的位置 現在畫面兩邊的就是一個個不同的Pool Villa 我哪裏都不去的,你應該 在酒店休息一下 是嗎? OK,在酒店休息也不用去那間咖啡 浪費了,如果不是出去 這裡是沒有一個零石大型的建築去包攬全部設施的 所有東西都是分開在不同的涼亭和一個個box裡面的 這裡是酒店泳池和餐廳 再走出一點就是海灘 My Cow Beach 這裡應該只有79個客房 所以酒店的餐廳泳池公共設施 我是沒有看到有很多人一起使用的情況 太完美了 所以整件事是覺得很舒暢 很有空間感 早餐的形式是Semi Bouffet 單點食物是無限制的 你可以吃到飽為止 放在室外的自助餐食物 主要是放熱的 有些炒粉麵 有湯粉 它還有一個室內的空間 那些冷盆 牛奶 放在Yogurt 凍飲就會放在室內 有冷氣這個位置 由於這個resource 是酒比較精品 不是那些可以佔待十團人的那種resource 所以早餐食物選擇 都是偏向不是很多 小小的 不過樣東西都是很精緻 好食的那一隻 由於那幾天我的胃不太聽話 所以我不是吃到太多不同種類的食物 我記憶之中它的麵包是很好食的 另一個重點用來配麵包的食物 就是這個手造的牛油 還有些細心位置我很欣賞 就是喝奶咖啡可以選擇杏仁奶 這個嚴重的程度 是否有解分 你是嚴重得 我只是想中 現在參加一個單車的道賞團 下一個活動是踩單車 就是沿著酒店旁邊 有一個小壺 Aaron 你是不是教了一個很難踩的球 我叫 對 你不停在那裏踩 但這車不是很動的 對 踩了一陣之後 我們就順手轉到Minecar Beach 來到海邊 這裏是波吉島的Minecar Beach 最近一些新的resource 都進駐在另一區 這裏仍然處於未被嚴重開發的狀態 所以遊客不多 仍然可以找到那種空間感和寧靜 來這裏玩水的人少 我覺得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這片沙灘和布吉其他出名的沙灘 比 它的沙質這裏真的不是幼小 不是白沙灘的一種 所以想玩白沙灘 想玩水上活動的人士 應該是不會來這裏的 剪掉了 今天這個午餐會有很多材料 很多蔬菜都是來自這裏的 牆 這裏很獨特 在南北部 真的很美味 不確定 你媽媽的餐廳 可以吃嗎 可以吃嗎 這裏是完全自然的 好 這個是什麼 我看 很乖 青豆 嘗嘗 嘗嘗 生菜加青豆 味道 原來新鮮的香茅 是濕的 我意思不像平時在香港 賣的冬孕包那樣乾 這隻羊餅當然有善心 對 你不要逼它 還沒跟大家分享 在這裏怎樣洗澡 就是這樣了 在室外 午餐都是會在resource裏解決 今天的午餐菜單 我最有印象的是頭兩款食物 第一道菜叫做 面琴 上一集布吉影片都有說過 是一個泰國南部的菜式 吃法就是用這個 包著一些 充滿香茅泰式香料 有些滷油的沙律的食物 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比早兩天我們吃的 很精彩 多樣東西混合 這個真的沒辦法 自己在家複製到的 一定要來布吉才吃到 薯片味 跟泰國的利是湖片一樣 但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這個叫南匹龍 就是青椒醬 這個就是茄醬 你很喜歡的南匹龍 另外有清邁泰北牆 有很多香料 Boi A Blippi pork skin themed vegetable 不知道是否因為Lian在 所以會有清邁的食物 我又想來的 對 我們這間房應該是鳥仔的飲水洗澡店 對於布吉島我還有另外一個 開心大發現 就是有時候我會上網看到很多post 說布吉島的消費很貴 在這層grab count我終於感受到了 很短路程而已 但是要300匹 有些灑爛resource那裏實在太擠了 所以我們幾個懶人在黃昏才出來 resource附近就有一個商場仔 都是有咖啡club pizza company 有東西吃有東西買的 我覺得這個商場的重點 都是給那地方你出去外面 不要太難 在resource那裏 就在這個商場 一間普通的餐廳裏面 我吃了這個醉貓炒河 以及點了一些小食大家分享 價錢大概是150元港幣左右 一個人 所以都不是便宜的 哇 多好 最後一個早上 吃布吉島沙拉的早餐 這個egg benedict做得不錯 在最後一天我的胃好很多 所以除了吃了egg benedict之外 還吃了這個泰國南部的 魚咖喱米線 很好吃 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你會覺得它有什麼菜 魚 是魚 是魚 這個咖喱是超好吃的 很濃的咖喱味 除此之外 它那種濃稠的口感 是靠一些碎了的魚肉去營造 所以很棒 這一天 Leanne的先生Edwin 都加入我們在布吉島 感受是很奇怪的 因為平時在YouTube 經常看到他們兩個出現 這次是一個 Immersive 現實版的 真實YouTube畫面 之後來到一間叫 Mardu Bua 打卡的咖啡 真的很漂亮 其實我自己本身 對這些咖啡 不是很大興趣 但來到這裡 我也很驚訝 因為它的荷花池 是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最後幸好有張桌子 所以我們就成功坐在這裡 他們是拍到漂亮的照片 但我就搞不定 因為實在太熱 有沒有食物推介 我覺得這個飲品是ok的 它將一個泰茶 冰了作冰 外面之後再加奶 所以它一邊用的時候 就會變成了一杯泰式奶茶 還有點了兩件蛋糕一起分享 味道是ok 好吃正常那些 總括來說 如果大家住在附近 又訂到桌子的話 這個咖啡我覺得是值得的 因為它那個荷花池的景 是真是很漂亮的 它還有一些攝影套餐 有一些特定的位置 是需要買套餐 才可以進去拍照 如果你是想玩過一隻的話 你一定要預先訂位 因為那天是爆了 我們沒有人訂位 在寶吉島最後的晚餐 就留在resource那裡吃船了 因爲想爭取時間 在這便宜到最後一秒 吃了Depesto意粉 以五星級的resource來講 是不算貴的 回家了 要離開沙拉這裡了 再見了我家房 再見了泳池 再見了露天的廁所 非常非常喜歡這間酒店 多謝大家看到你這裡 離開前記得要多給點鼓勵 Subscribe我頻道 給個Like的影片 留個贏幫手推出感覺數 還有順手follow我IG 我們下次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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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eil 下間